聽說他們從一開始就開始製作了 對啊 而且他們的朋友們還如果想到學中 還好一些些人一定要吵架 會引擎到了第二關系的辦法後才上次製作 他們記錄了一些理想的訊息 也有一些分享 主要教訓同學們的創作 看看就讓我們一起欣賞 系列斯麥的Grabab 餅乾 女兒 幾乎 吃 楊 校長,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七零四班的編輯小組 本學情書因為修凱老師一句來做班刊吧,所以我們便和老師激情製作班刊 製作班刊第一件事便是命名,編輯小組想了很久 最後,因為七零四班的大小事不斷,有高興、悲傷、搞笑、野獸,一言難以到盡 所以命名為Rum 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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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指導了編輯護照後,就放手讓我們收集資料 剛開始我們以為編輯很簡單,所以提交網路資料後便多手便還 想不到,初稿送到總編輯,班刊手上後,慘遭退見 班刊認為紀委班刊應該有自己的東西 於是我們在渡求助博文老師,老師要我們向同學們邀稿 然後漫畫、作文、接種而來 歷經千辛萬苦,班刊終於完成了 以下是這期班刊內容,讓我們與大家一同分享 那七零四的班刊主要是在介紹班上補學,平時的一些活動 還有日常生活小小的發現與分享 那Full Rum Rum的內容是相當豐富且多人的 這張照片是當時七零四班刊的質疑比賽 練習直迷是做拍下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觀看 本期內容主要分為六個單元 其中以感恩戰較大的篇幅 內容分為有導師的話 我們這一班科學小百科、心靈小語 成語猜猜看、長寡感恩心 在這一期第一期導師的話 主要是有關於對我們的一些情緒 還有內容來源的一些方向 然後藉由這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有更多溝通的方法 科學小百科它提供我們一些有關科學的心知 還有日常生活面對事情的一些知識 那這件是結局於討論周刊上面的一則 變成是不是很不夠做的嗎 心靈小語是屬於一種心靈互語 它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人生中很多的事情 像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我們這一班是由本班黃小平同學出現的 內容是在描寫文章的同學 之後預計再將美國人的特色等都一一記錄下來 常懷感恩心是由本班天婦林同學出現的 內容是在敘述 人應該懂得感恩 時時靠著感恩的心 那就是台語的一個組織 主要看書版主要是介紹幾米等星空 那裡面不只是抒情的簡介 還有作者的一些主要的介紹 接著是電影 相信大家都看過這部電影 也對這部電影 有陌生就是通主指數不獵者 大家希望大家平時可以養成 平時去看看書版電影的習慣 就是它的簡介 就是喜歡你這個單元 主要是在介紹 好 晚上目前啊 熱烈討論的一些明星 那接下來是它的照片 就是一種一些專輯 還有它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照 那接下來是成語才來看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才來看這個是什麼聲音 好的 蛤 Chase 月娟 不要再說 我愛你,愛我的必殺 我愛你,愛我 你愛你,愛你 是你愛我 我愛你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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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送吧 哈哈哈哈 叫你好吧 叫你好吧 但你很聪明 希望你也能在哪里 那我可能在哪里 來吧 我可能是我會寫的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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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